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断层出道 当时的他可以说是真正的利分翻盘 一个联习生 没有经纪公司 没有家庭背景 没有资源 别人出道都是大老板在台下坐镇 他只有妈妈坐在下面 当初某华 抱团想把他投出去 他硬是凭着自己的实力 一路坐到西卫宝座 并遥遥领先第二名 他的努力和孤注一致的勇气 终于为他迎来了曙光 出道后 他备受争议的音乐风格 也招来很多是非 音乐这条路不好走 他却坚持到底 作为同样式选秀出道的学长 蔡徐坤更能体会选手们的心态 来到亲二当导师 他也是把自己归零说实话 几期看下来 不被他圈粉真的很难 因为他真的太温暖了 除了温暖 我最佩服的还是蔡徐坤选人的眼光 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选手 他两次都跟Jolly J唱反调 站在了Jolly J的对立面 事后证明蔡学长是对的 一次是网机和张玉的舞台 两人一起合唱爱的主打歌 光从生下来说张玉更占优势 他慵懒的RMB风格 带着一股浓浓的绝世味道 听着让人沉醉 而且舞台表现力也让人移不开眼睛 但是王清甚在表情包比较出众 最后等级评级的时候 蔡徐坤想把A给张玉 而周莉 J则更喜欢王清 认为王清能让他从头笑到尾 经过商量 最终几位导师还是把A给了王清 但是蔡徐坤明确告诉张玉 自己更看好他 也相信他在未来的舞台会证明给他看 后才的时候 蔡学长再次表示 他觉得张玉更惊艳一些 对于张玉拿币 看得出来他有点一难评 还有一次是五位RAP选手的Battle 蔡徐坤最看好的是谢可寅 而周莉 J偏偏喜欢深陷偏细的福佳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站蔡徐坤的 谢可寅无论是唱还是跳 都极具舞台魅力 说他是大魔王一点不为过 谢可寅之前在下一站传奇 就是一个VCOL 后来被导演逼着学RAP 仅一周的时间 就有了别人学了几年都达不到的水平 这次仅仅过了一年多 他又进步了 但最后五个RAPPER里 周莉J一个说唱歌手 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最后还是给了附加A 但蔡徐坤说 在他眼里谢可寅也是A 事实证明 周莉J选的眼光是真的不行 在第一次公演舞台结束后 附加只达到20票 为选组倒数第一 一个A班学员整体排名 也在100名开外 而蔡徐坤看好的谢可寅 获得了401票的成绩 远远断层其他几位RAPPER 此外 张玉也用实力证明了 蔡学长当初选人的眼光没差 一手轻轻 因为张玉 独特的嗓音等上了热搜 不得不说 蔡学长不仅实力好 看人的眼光也超级准 完全跟我选的一样 而周莉J真的不太具备薄露的前置 近日有网友发现 Lisa跳的《青春有你2》 主题曲讲学视频 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 已经超过1000万 并且还保持着惊人的赏身趋势 千尼2和Lisa相关的视频 在油管上播放量也很可观 Lisa的家门 让《青春有你2》 收获了不少海外人气 而且Lisa的到来 给《青春有你2》 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度 除了国内粉丝的关注 还有国外粉丝的关注 甚至很多国外的粉丝说 没有Lisa就不会知道《青春有你2》 也不会知道蔡学坤 但是随着BlackPink的回归 逐渐体上日程 Lisa很有可能将提前 推出《青春有你2》的录制 因为本来Lisa签订的合约 也就是到4月份的 只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青春有你2》 推出了录制 所以《青春有你2》 在4月份是可以播完的 Lisa也是可以全程担任导师的 那么Lisa离开之后 将由谁来接替 舞蹈导师的位置呢 节目组也就需要 新的舞蹈导师加入 哪怕是飞行嘉宾 因此有网友爆出了 接下来将要担任 舞蹈导师的飞行嘉宾线索 一颗金色的星星 女性 名字两个字 很乖网友就锁定了线索 所指的人选 那就是金星 恰好金星老师也在社交平台 发动表态自己 要开始工作了 难道网友的爆料是真的 如果是金星老师的话 那这个节目越来越有看透了 金星老师可以是出了名的 敢说 敢怼 敢骂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很稀才的人 金星是著名的舞蹈家 他曾在武林争霸中担任导师 金星老师的舞蹈实力 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如果他去《青春有你2》节目中 做飞行舞蹈老师 绝对是最合适的人选 点评一级棒 而且性格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金星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怼人功夫也一流 尤大旭教学员们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进步与突破 网友们在看到这个爆料后 非常兴奋 直呼如果金星老师 真的去做飞行嘉宾的话 节目肯定更有看点了 现在节目中的导师们 为了顾虑学员们的感受 讲话都非常婉转 但金星却是能一针进鞋 指出问题的性格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中国版的裴雨静整的来了 不是说金星老师向裴雨静 而是两人都是那种 敢说敢怼的人 韩国版101时机 裴雨静就给观众 留下了魔鬼导师的印象 但是他的眼光也确实很毒辣 他能一眼就看到 金星下的实力 给九儿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 相比裴雨静老师 立下的严格是真的不凶了 裴雨静不是人不好相处 他是恨铁不成钢 遇到好苗子 他的眼睛真的是会发光的那种 金星老师在这上面 就很像裴老师 金星老师的路人员 真的很好 一听金星老师要来了 很多人都又在开始 期待这个节目了 就是很想看金星老师怼人 选手刘雨昕 曾经上过武林争霸 当时只有15岁的她 跳机械舞 被金星老师胜赞 时隔多年 刘雨昕再次遇到金星老师 这真的是缘分呀 突然不想冰淇欲姐走了 想看金星老师怼她们 或许更多人了解金星 是通过脱口秀节目 金星秀 以至于很多人 忘记了她本身最强的能力 那就是舞蹈 金星除了是脱口秀主持 还是中国舞蹈家 她从小学习舞蹈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 无论是舞蹈大会 还是武林争霸 金星都是评委的身份 可见她的舞蹈素质有多高 所以她有足够的实力 做《青春有你2》的舞蹈导师 并完全可以顶替Lisa的位置 金星成为青春有你2飞行嘉宾 让网友很惊喜 激动 因为金星除了可以 教选手们跳舞之外 她还能和练习生们 很好的互动 而且《青春有你2》中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选手 例如于书星 赵小棠等 很多网友都期待 金星能够好好收拾他们 所以无论是舞蹈教学 还是节目效果 金星的授课都会非常有意思 这将会是一期非常精彩的节目 练习生们的大魔王来了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做好成分的准备 金星老师的课 可不是那么容易上的 Lisa她的履历 很是足够强悍 她出身在泰国 精通泰 英 日 韩四种语言 在团队中担任主舞和rapper 是队里的盲内 也是YG公司 自成立以来 签约的第一位YG艺人 因为太美 被逼设为 2019TC Kander 亚太区最美面孔 她五官的组合 鉴于可爱与浓宴之间 特别是无棱角的 面部轮廓与无故大眼 简直能给人一个可爱暴击 人称人间芭比 脱脱的实至名归 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Lisa第一期的舞蹈大秀 当首席的Edition 旋剧响起 曾经火爆拳王的舞蹈 再次出现在萤幕前 依旧能够燃爆全场 可甜可撒的人间芭比 完全是无与伦比的 舞台视觉享受 而金星老师在国外的影响 力源于她的才华 也源自她的个人魅力 中国能有这样的一个舞蹈家 这等幸运 已经不止属于舞蹈界了 有些人对金星老师很不屑 甚至是持比仪的态度 抓着变性人这一点不放 对此金星老师 对此金老师也说过 他当初在做手术的时 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觉得人们议论是很正常的 他自己向生活向生命 讨了这么大的一份自由 就把别人的评数的自由给别人吧 对他也没有任何影响 可金星走红跟他的性别噱头 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他大红还是因为他的言行 虽然他本业是舞蹈家 并且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但让他家喻户晓得 却是那张细的嘴 上下一碰就嗖嗖地往外射飞镖 说到痛快之处 观众恨不得能派种大腿 打神叫好 究竟原因 金星在规定情境之内 完成了毒蛇的吐槽 完美地还击了对方 解决了99%人的 一生要面临的困境 那就是 每次个人吵架都脑袋短路 事后才想起来 当时该怎么还嘴 感觉这张嘴到时候 用来撕那些个 样模鬼怪的选手 一定很爽吧 不管传言的真假 金星是否能接 丽莎在青春有你2的导视资格 我都相信两个人 都会带来很好的舞台表现 带给观众欢笑 一起期待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